3月3号晚,两架班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,机上共有32名从意大利回国的华侨。 其中CA1706航班上,有一名小女孩咳嗽三天,工作人员在机场对其进行了采样,并送疾控中心检测,同时将小女孩与其父亲送至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。 据当晚的值班医生介绍,0点37分左右,父女俩到达医院做了初步晒查。 我是一个病房里的一个值班医生,昨天我是受到病房里的话是2点多了,然后2点多到时候去看病人的话呢,小孩子一般情况还是蛮好的。 现在的话,小孩子今天早晨我又去看了他,那小孩子呢,他也是安静地睡觉,体温也是正常的,咳嗽不多,人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。 凌晨4点,小女孩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,按照流程,间隔24小时还要再检测一次。 据了解,工作人员还排查了这对父女前三排和后三排,共计40名乘客,按照流程将她们送到酒店隔离观察。 近日,浙江省已有8例来自意大利的外来输入病例,做好机场疫情防控工作显得更加重要。 医院方面介绍,已经与萧山机场建立了成熟的患者转送机制。 萧山机场的整个发热呼吸道症状的病例的管理呢,都是我们去医院在承担。 他们那边有相应的患者,或有相应的流转单送到我们这里。 我们120到我们这里前台预检,到我们发热门诊医生,如果是需要治疗的,或者需要住院的,我们就立即住院。 如果是处理以后可以返回的,那么相应的车辆安排,跟后续的闭款沟通,这一套机制已经形成非常成熟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员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